你知道世界上六扇不能被打开的神秘大门都在哪里吗 为什么这些大门不能被打开 至今也没人敢进去 里面究竟隐藏了什么 小技驾到啥都能了 一 汉武帝的墓穴 据说其中有万两黄金数不清的珠宝 尽管被盗墓贼光顾三次 但是还是对他没啥影响 而根据相关记载 这也是汉代帝王陵墓里规模最大 修建时间最长 陪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墓穴 被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至今都没能打开 原因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专家们探查到 古代墓葬 特别是皇帝的墓葬 一般都藏有很多充满智慧的机关和陷阱 哪怕如今我们的科技发展很快 但还是不敢保证 在打开墓穴的同时不造成人员伤亡 第二点是因为墓穴中的文物 已经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 一旦被打开 那么外界的空气流入 很容易对它们造成破坏 也就得不偿失了 二 泰国寺庙之门 泰国人非常信仰佛教 因此有很多的寺庙 其中他们就在泰国的一扇寺庙背后 发现了一扇门 该门门路复杂 很是神秘 他们对这扇门后到底是什么 也感到十分好奇 甚至还有人说 门后有着一位活活 长生不老 被众人祈福 如果一旦打开 就会遭遇厄运 导致没人敢去打开这扇门 接下来这个更神秘 盘点世界上没被打开的门 三 印度太极岭门 据说门内藏着无数珍贵的宝藏 一千多件密室和数不清的木乃伊 是印度皇帝杀贾汉 为了纪念妻子从而建造的 因为当时印度皇帝特别喜爱他的妃子 妃子离世之后 印度皇帝为了纪念这位妃子 便给他的妃子修建了一座陵墓 也就是太极岭 宫殿的设计非常独特和美观 是印度知名度最高的古迹之一 有着印度神猪的美声 至于为啥不能打开这个大门呢 有相关的研究人员考察 因为建造这座宫殿的材料是大理石 当暴露于空气中时 大理石很容易脱落 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进入地下室 最终造成太极岭的崩塌 这是他们所承受不住的风险 因此便一直没有打开 但也有别的说法 说是印度皇帝将自己的妻子 制作成了木乃伊 但这一行为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因此他便故意这样设计 能更好地隐藏起来 从188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它一直是一个隔离岛 位于纽约的东河 据说这里曾是隔离一些严重传染病的人 比如结合病 天花病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它便被用作学校 甚至之后还当作戒毒所 后来这里的医院被迫关闭 北兄地岛也就禁止人进入了 如今北兄地岛是一个鸟类的保护区 不对公众开放 一旦踏入这里就是违法的 接下来这个绝对会刷新你的三观 世界上六扇神秘 不能被打开的大门 1958年 武则天的墓门被人在西安发现 但到如今还是没人敢打开 据说墓中除了有武则天和唐高宗之外 还有500多吨珍宝陪葬 尽管有很多盗墓贼的光顾 不过都没能盗墓成功 根据史书记载 当时武则天修建林墓时 动用了大约上千人的工匠 同时还用了非常坚固的岩石来堆砌 里面还布置了很多的小机关 稍有不注意就会命丧于此 而且也有专家表示 我们如今的技术还不足以面对 把墓门打开之后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传说成吉思汗陵的陵墓非常强大 任何人进入都会死亡 蒙古人将这里视为圣敌 2002年美国考古队声称找到了成吉思汗陵墓 但很快他们便撤出了外蒙古 放弃了挖掘的行动 据说在他们挖掘的时候 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很多的毒蛇 场面十分可怕 在过去的百年里 至少100多个考察队前来寻找 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记载中成吉思汗是被秘密埋葬 知道位置的人都不在世上了 所以消息封锁的很严实